Hi guys,我是葫蘇大叔老 K各位,今天要開箱 一逼一人的一天生活 應該位於在離JB市中心 大概20分鐘左右的車程的距離 住在一個House 進程車一間,你們猜多少錢 在10年前購買的時候 一間是60萬嘛 比420萬台幣 這樣兩層的 現在大概一間80萬左右 有560萬、2百萬左右 看一下裡面的樣子 這是客廳 然後上面就是二樓的部分 因為這房間都不拍給大家看 那比較特別的是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的主貨就是從這邊的距離 一路到這邊 所以主貨其實很大 基本就是一個四房兩層 不能拍房間 所以給大家看 這個就是房間 這是貓咪的房間 你只要弄早餐 啊這邊復原耶 好像可以要order早餐 我其實弄了 你弄了 你弄什麼 應該就是馬來西亞的追爐蛋 我不是要熟一熟 很清楚熟啊沒有吧 沒有沒有沒有 對 馬來西亞的那種半生 半生熟 老人看到這裡應該會覺得很危險 為什麼 因為覺得 看蛋不能好好把外面吃 哇好 欸我們這裡是perfect 沒有杯果啊 蛋 哇 這太讚了 你明明可以快要去上班嗎 不可能 不可能 明明明好我要留書這裡喔 怎麼辦 這個早餐 哇 我平時工作就這樣 怎樣 就沒在工作 不是 他剛剛還有時間去弄早餐 那你早上吊死了 喔 我們真心的 前程 前程 我久點這麼慢 你看這個真的很好耶 他們 我從Homes 五天裡面兩天 這真的很像在外面吃 咖啡廳 哇這蛋這好的蛋 很鹹 跟外面蛋不一樣 看蛋黃都知道 這個吃度我會覺得很噁心 台灣人是不敢吃 台灣人絕對不敢吃 我第一次在餐廳吃這個啊 我跟老闆說 欸老闆你那個蛋沒煮燥 然後老闆傻眼 他叫我怎麼吃 我說我原來是這樣子 偷吃吃到啊 他家也吃不到 因為蛋黃在前面 這笨蛋 傻眼我的 雞蛋又是糟了啦 欸姐你自己說 真的 他真是愛你 吃蛋 欸 過來 我剛剛說不要身體很誠實的代表 噁了 聽不到就要噁 完了 好了各位 我在馬來西亞第一次駕車了 跟大家講一下喔 今天重要任務 晚上大家來姊姊家 表姊家開Party囉 然後我要負責去買那個食材 姊姊現在要工作 那個油門是左邊還是右邊 確定你會開車啊 要左邊還是右邊 右邊 搭車你要踩油門 搭車是左邊還是右邊 你講一邊不然我會記錯 搭車是左邊 他加油是右邊 搭車不是一樣是嗎 加油是右邊 搭車比較重要 刷車是左邊還是右邊 左邊 噢 好不鬧你了 太有趣了 車子發動了 我第一次在大馬駕車 馬來西亞第一次 開車出體驗 各位看一下 這左加右加完全不一樣喔 來刷車 好放心 你看 左下分別 Roll 出發囉 等一下我開車的時候 他要一直記 靠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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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台灣 左右不一樣啊 靠左 靠左 這太靠近了 然後差點東西就會掉 看一下這個 他們的小區 很美 你看這個公園 他說他會在這邊跑步 趁著開車的時候 跟大家分享 就在那個 馬來西亞 他們產石油嘛 他們叫超便宜的 一公升的話 台灣應該現在是 三十五塊上下吧 他們大概十七十八塊台幣而已 所以在馬來西亞開車 真的是非常的便宜 當然也非常方便 買車的話 車價我覺得跟台灣差不了多少 差不多 但油價太便宜了 真的太便宜了 便宜到誇張 快到了 順利的話 我剛才本來要去一個 附近的超市 但我後來想說算了 我去Lotus 好啦 來到大賣場了 剛才在門口 我看到一個 賣鬆餅的 我看到有薄的鬆餅 這種煎餅餅乾的很屌 我就點了一個 咖啡GINO口味 二十塊不到台幣 欸好好吃喔 好脆喔 讚喔 來買東西啦 剛才發生一件 超白癡的事 我問表姐說 欸 不對 啊 請問地址是多少 我不知道他家地址在哪 然後他就說 WTF 你不知道我家地址 那你不用回來了 好的那我把車開回吉隆坡咯 掰掰 回來了 小寶貝們 我回來了 小寶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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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你要檢查一下那個雨刷 因為台灣左邊是方向盤 我刷了二十次 方向盤在左邊 所以我要一左轉 那我們自己是看車的牌子 我要左轉右轉的時候 我都會刷到雨刷 我怕雨刷會掉 對不對 你要檢查一下雨刷 唉呀 這開車有什麼難的 別怕 怎麼了 這冰箱跟我阿周家一樣 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都看不到東西 看不到燈的時候 這個過期的豆腐 過期的豆腐 欸GZ有沒有過期啊 而且你那個冰庫也太可怕了吧 打開沒有地方可以冰 是怎樣 而且這個麥當勞 這個可以丟了吧 這什麼 可以丟了吧 先放著 你不要再放了啦 後面我幾年後來 然後還看到麥當勞在裡面 嗨 歡迎光臨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現在是在看你的夢 沒有怎麼會呢 哈哈哈哈 收錢了 哈哈哈哈 耶要備料了 要開心一點 不然鏡頭這樣很難的那個簡介 很硬耶 對就是這樣 欸那個皮還丟到湯裡面 你們敢吃嗎 不是不是那個湯味很鮮 我們要來開箱姊姊的 欸NO 從這邊就知道了 如果你以後年紀大 獨居老人的生活是什麼樣子 我真的覺得你高興 那我們再開冰箱囉 欸 哈哈哈 我幹 你沒有職業操手欸 哈哈哈 欸 你昨天開始變得很有趣了 你個屁 真的 真的我發現你現在真的好有趣喔 我個人生第一次看到別人切傻心 不是這樣子切的 我知道 我所有人先第一次看到別人這樣子切傻心 因為我的刀 給你啊 欸你可以滾出去嗎 欸 你是當我人生多可憐 可以滾出去嗎 沒看過別人切傻心 你 我們都不是什麼正宗了 你是要多可憐我 欸 你有的吃就好了 你滾遠一點 好感動喔 今天姐姐贊助好多東西 指今天嗎 每天 HOLD MY LIFE 什麼叫HOLD MY LIFE 我的一生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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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英文好好喔 你去跟他們說HOLD MY LIFE 我的一生啊 我的一生啊 OK 那我問你 Dessert是什麼 英文客來了 Dessert是甜點 Dessert是沙漠 這個太討悶了這樣 他真的把我當白吃 你試啊 各位 你們要小心 有些人在廚房準備東西的時候 會加一些奇怪的白粉 你加什麼白粉 鏡頭都看到了 你加什麼白粉 你有看過芥末嗎 好嗆啊 你知道嗎 新加坡 很嚴格嗎 你不能拿這種東西 這很嗆 這什麼 WASSABI粉 好嗆喔 太嗆了啦 你討厭人也不要這樣吧 哭了哭了 你感動那麼累 好啦 我知道我要走 你別這樣子啦 不想回家 喔 現在剛好有眼淚 可以拍照 最後一餐啊 我難過 被發現了 我會再回來啦 好啦 不要難過啦 我會再回來 我會再回來 我會再回來啦 我會再回來啦 哭了 真的哭了 我會再回來啦 那我幫你做一下Ending 等等等等 Ending 快 這是迎接我的第一餐 哈哈哈哈 把你送走的第一餐 迎接我的第一餐 欸我會不會明天開始就 跟我說什麼要回來 這家就掃了我的聲音欸 如果你突然發現 那個信息發不過 我不會發現 你是不是有這個問題 這是Verone 這是 Chris 然後Chris是 心理治療師 Verone是 空少 未來公少 我要給他壓力 你看你看你看看他臉 你看 我們中午討論很久了 他要有泡到他 這感覺好像泰式喔 馬來西亞的 烤魚啊 烤魚 烤魚 沒吃過 薩餅又來了 骨豬肉的 欸我真的覺得很屌欸 馬來西亞的薩餅真的是 這樣真的很誇張欸 在台灣只會給一小碟欸 我們最後一位成員 叫 Carrie 我們現在要去拜拜呢 他們叫我帶護照 各位我這樣會不會等一下去不回來 這可能只有我們最後一支影片啊 如果有機會還有拍下一支頭 我們下次再見 好啦